大家好,暑假快结束啦 今天用鸡胸肉来做孩子们最爱吃的晚饭吃 学会以后再也不用出去买啦 酥脆入味实在是太香啦 跟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鸡胸肉清洗干净擦干水分 从中间片开 这样两片厚薄差不多 这样减少了鸡胸肉在锅里面炸制的时间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持肉质的鲜嫩度 用刀背敲一敲鸡胸肉 把肉质给敲散 到会腌制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 先横着敲一遍 再竖着敲一遍 像这样就可以啦 处理好的鸡胸肉放在大盘里 加入姜片 葱段 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加调料 我这里加了盐 五香粉 胡椒粉 少许的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提鲜 先下手把葱姜揉搓几下揉搓出汁 再和鸡胸肉抓拌均匀 这里可以多抓一会儿 让每一片鸡胸肉都能裹上一层调料 转叶以后盖上盖子 往在一边腌上30分钟入味 趁着这个时间来调一个面糊 大盆里加90克的面粉 倒入120克的清水边倒边搅拌 先搅成像这样非常粘稠的面糊 再打入两个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后面加入鸡蛋 搅匀以后 面糊不容易有小面疙瘩 比较顺滑 最后搅成像视频中这样 细腻顺滑 提起筷子 这个面糊能够顺利滴落一下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另准备一个大碗 加200克的面粉 一克泡打粉 这样炸出来表皮更酥 先随便的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 倒入25克的清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成面西装以后 直接放在手心里面搓一搓 形成这样薄薄的小面片 待会儿裹在鸡肉上面 就是酥脆的外壳了 另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70克的面粉备用 现在面糊 干粉 面片都准备好了 准备开炸 腌好的鸡胸肉 先放在干面粉这里 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炸制的过程中鸡肉会出水 这一层面粉可以很好的锁住 肉质中的水分吃起来不干柴 再放到面糊碗里面 鸡肉的两面都裹上一层面糊 面糊也不用太多 夹起来以后让多余的面糊留下来 最后放到面片盆里面 抓起面片 把鸡肉先覆盖起来 再下手压一压 这样可以防止面片掉落 然后把鸡肉拿起来 抖一抖 抖掉多余的面片 就可以准备下锅炸了 有的朋友说不想搓面片那么麻烦 那么就可以用面包糠哦 继续用肉还是先裹一层干粉 然后裹一层薄薄的面糊 最后放到面包糠里面 先覆盖上一层 也要压一压 这样子更加进食 两面都均匀的裹上面包糠就可以了 起锅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大火加热 把油温烧到六成热 也就是筷子放下 能够冒密集小泡泡的时候 把裹了面片的鸡肉 下进锅中 先不急着翻动 保持中小火来炸 炸上两分钟 翻另一面来继续炸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伸出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 把鸡胸肉反复翻面的炸 炸上六分钟 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直接捞出来控油了 把大块的鸡胸渣 用蜜肉捞出去 再用同样的方法和时间 把其他几片鸡胸肉都下锅炸至 鸡胸食品口感很香 不管大人小孩都爱吃 学会自己在家做 不管用的油还是食材 都是干净卫生 而且还挺实惠剩前的 虽然好吃 但是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哦 这一片面包糠裹的也炸好了 捞出来控油 放到不烫手 就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了 来提一下这个生意 让它靠着就酥脆哦 看看用面包汤炸的 同样也是酥脆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切好就可以装盘了 在离上孩子最爱的分解酱 或者是大人喜爱的烧烤料 美味的炸鸡排就做好啦 外皮焦香酥脆 里面肉嫩入味 一点也不比外面卖的差 做法还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也请先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以防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